哈囉 大家好 我是可可 今天雖然畫得很漂亮 不過呢 今天不是要來介紹美妝 今天是來介紹每一個文具都會想要的 水泥高腳椅 那今天這部影片呢 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阿湯哥說 我的台語非常的爛 但其實我個人認為我台語講得還不錯啊 所以 今晚 我們 跟我說台語 真的 我們要來講台語 好 現在 我 接下來介紹 要用美妝的東西 阿摩頭 湯仔 滾仔三支 蚵仔 滑豆 水白油 配布 接下來我們要開始 做一個 魚仔 四公斤阿摩頭 一公斤半的水 蘿蚵仔 滾仔 像這樣 就可以了 滑 蚵仔 滾仔 把空氣打出來 滾 滾 三個鍋 用滾仔插給你四 看看啊 有 滾 母 固定 滾仔 滾仔 滾 螯仔 咖啡 溺仔 讓阿摩頭不要涼的 這樣就可以把鞋子拿出來 用籌帳 把表明我好白 這樣就很好吃 鞋子的鞋子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有介意 我的鞋瓶車 電我的YouTube頻道 如果有什麼話 或是有些感想跟我講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就會看喔 掰掰 我真行慢 講話 但是我講話 真實在 如果你發現了這個彩蛋 恭喜你 也沒有什麼獎品給你 只是 為了我想聊聊 為什麼我會想要錄這支影片 其實因為我是一個 一個在北部長大的小孩 家裡也有爸媽都是講國語 所以我台語從小都非常非常辣 後來生活之後發現 就是身邊很多朋友 其實都還蠻會講台語 就是後來也會發現 大家因為工作的環境 然後其實越來越少講台語 可能其實有很多時候 他們只有回到自己的老家 可能才會講台語 其實我覺得 台語還蠻難學 能夠學台語的 我覺得超厲害 雖然我自己也不會講台語 可是我很希望我可以 講台語 雖然很破很好笑 在好笑之餘 希望讓大家知道 就是台語其實是我們很重要的語言 也獻給每一位 因為生活環境 越來越少講台語 然後也想要學台語 跟我一樣想要努力的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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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